同學們上課囉,哈囉大家好,我是Bonnie 下禮拜如果沒有意外,沒有再延期的話就是我們今年的指考啦 那在指考之前,Bonnie想要跟大家分享三個考高分的心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東大特訓班這部日劇 那它今年的時候出了第二季,東大特訓班二 它主要是在講,只要我們知道一些念書的方法和考試的技巧 不管是誰,都可以考上心目中的第一志願 那身為學霸,回頭看一下自己念書的經歷 就發現,欸,裡面講的這些方法真的發生在我身上耶 莫非這些方法真的這麼神奇?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先來分享一下我自己以前考試的時候一整天的經歷 那我的主軸呢,就是希望那一天心情是放鬆的,是美麗的 才能迎接我們的考試 所以我不會像大部分的人一樣拿著單字本啊,公式本啊 死命的看到預備領響的那一刻,才願意收起來 沒有,我那天早上就戴著耳機 然後帶著一些餅乾、巧克力 就是一邊吃早餐或吃巧克力悠閒的走進考場 通常是在高樓層嘛,然後就趴在窗台 看看外面的風景,看看旁邊同學從沒哭臉的被單字的臉 對聽聽音樂,然後悠閒的坐在那裡等到考試來 那考完每一科的時候,我也不會去對答案 這應該也是大家都有經驗吧 甚至連斷考,你旁邊90%的同學 就是一考完就開始交換考卷對答案 那我從來沒有做過這件事情 就是,一樣是為了讓我們保持美麗的心情 所以我們考完就,考完了已經就過了 我們就準備好美麗的心情去迎接下一科 所以我考完試呢,也不會對答案 但是我這邊講的,考完試不會對答案呢 是指,譬如說我第一天考完 或是中間考完我等一下還有科目 我明天還有科目的時候我不會去對答案 但跟一般人相反的是,我全部考完了之後 大家已經覺得,哇!指考考完了,學測考完了,要去嗨了 但我反而是兩天通通考完了之後 我回家會去對答案,然後把它全部訂正起來 就其實對我來說我覺得,成績什麼的 是其次,就我想要把它弄懂耶 所以我是兩天考完,大家去嗨的時候 我反而會坐下來好好的對答案 研究自己哪裡錯 但是在考試的當中,只要有一科還沒考 我都不會去做對答案這個動作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影片裡提到了哪些點吧 那影片裡的第一點他說 考完之後不要對答案 這完全就是貼合我自己的自身經驗 影片裡提到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考完之後對答案 那你可能心情會受到影響 有可能自暴自棄啊 或者是你一直耿耿於懷,剛剛那題怎麼會錯 然後把這個心情帶到下一科去 就是影響你下一科的作答表現 那我覺得非常有道理 但我那時候沒有想那麼多啦 我就是希望可以保持一個美麗的心情 本質上其實是一樣的 那第二點呢他說遇到難題要跳過 我自己在考大學的時候是沒有這樣子的經驗 因為我的自然跟數學不只是滿幾分 是滿分 就很順的全部寫下去了 所以沒有什麼跳過 但是我在考研究所的時候 考數學研究所的時候 然後就確實中間有遇到一些難題 像這種高等數學裡面遇到的數學難題 通常就是我看到這個題目 當然不可能每一題你一看到它你就知道怎麼寫 因為這是考數學研究所不會那麼簡單 但你至少看到題目你會有一點頭緒 會有一點點想法 那這時候就可以作答 但如果你看到題目你甚至看不懂 或是看了完全不知道要幹嘛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先跳過 然後晚一點再回來寫 那我自己考試的時候也還有一個小習慣就是 我會先去寫我自己最喜歡的那個大題 每一個科目都有好多個大題嘛 那你一定就是會有一些好物 那你先去選你最喜歡的那個大題 或是你寫起來最順手的那個大題 先把你的手感練起來 然後再去寫比較不擅長的那些大題 這樣子就一樣可以保持你美麗的心情 影片裡提到的第三點是 考完試第一天考完之後要一個人回家 那他這邊的目的是 因為就算你們不討論 你也會從朋友的表情裡面看到他考得好不好 那不管他考得好還是不好 可能都會影響到你的心情 所以影片裡是建議一個人回家 不過我們今年也沒有別的選擇嘛 對不對我們才微解封而已 大家考完是一定是自己回家 另外在別集裡面他還有提到就是 考試的時候可以帶著小點心 一方面是補充體力 就其實你腦袋運轉需要花費非常多的體力 那除了補充體力也可以保持你的好心情 這個也是我考試一定會帶著巧克力的 OK那這些以上是我自己自身的經歷 我是覺得跟這影片裡面就是蠻符合的 不知道對其他人有沒有效果 大家就一起幫我實測看看吧 然後歡迎把你的經歷留言在下方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之後也來介紹東大特訓班2裡面的 各種念書的方法 那我們就上到這裡 下禮拜又指考了同學們加油 掰掰